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得到天下之后对着自己的称呼颇费了一番心机 当时就有人说这古代有人称皇的天皇帝王仁皇 还有称帝的姚帝顺帝宇帝还有称霸子称王的 秦王林正斟酌再三之后最后说了 你们把这皇和帝连在一起就叫我皇帝吧 因为我是第一个称皇的 所以在前面加个十字就叫始皇帝 所以后来就有人称呼他为秦始皇 就是从秦始皇开始的有了皇帝这个全称 所以这一天秦始皇在大宴群臣 场面非常热闹 有文官武官都在场 还有七十多个博士就有人说秦始皇是如何开创了历史 还有人说秦始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就是一些称颂之词吧 这时候李斯说话 他说 陛下古代的三皇五帝都制定了一些法律和政策 但这些法律政策都是与时俱进不断在改变的 到了后来夏商周的时候 这些法律政策也不断的变化 所以我认为陛下现在统一天下 那么秦王朝的法律和政策就不能照着古人那么办 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不好的现象 有些读书人说我们现在做什么都不对 说古人怎么样怎么样都对 一股非经 就是用古人的事情来否定我们现在的成绩 所以我建议陛下降下一道旨意 除了秦国的史书 治病的医书 种地的农书 占卜的补书可以留下 其他的书籍 什么诸子百家 什么诗书啊 一律风伪 不要 这样才能够统一思想 在不让了酸腐的文人 的群众当中却大放厥词 胡说八道 动摇我们的政权 而且我们得制定一套严厉的制裁制度 要是有人保留这些书籍不分毁的话 一律 杀 要是有官员知情不报 与他们同对 李斯话一说完 秦舍皇这么一拙 好 言之有理 就照你说的这么去办 于是新的法令下来了 诗书一律遭到焚毁 儒生也被坑杀了不少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焚书坑儒 所以 以古飞经的成语就这么流传下来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用历史去飞难当今的政治 用古代的人士去否定和勾及今天的现实 好 今天大法成语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